大城市是许多普通人的向往 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什么是大城市 10月下旬 四个县级市被确定为大城市登上微博热搜 先别羡慕 说不定你就生活在其中 我国城市规模等级如何划分 我们翻阅了这份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线资料 城市对出港澳台外内地县级市以上的683个城市的规模 进行可视化呈现 目前我国除了443个小城市和135个中等城市外 共有105个大城市 包括70个二型大城市 14个一型大城市 14个特大城市和7个超大城市 在大家熟悉的北上广深之外 昆山 慈溪 义乌 晋江 四个县级市打败了全国大部分地级市 集深大城市行列 从经济数据看 他们四个都是2021年我国GDP10强线 其中 江苏昆山2021年GDP超4700亿位居榜首 什么是衡量大城市的关键指标呢 我们找到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一则文件 发现该标准将城市按城区的常住人口 划分为五档期类 其中 城市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 500万到1000万为特大城市 而300万到500万的一型大城市 和100万到300万的二型大城市 并称为大城市 成为大城市意味着什么呢? 这往往意味着其具有综合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一般来说 入围特大城市 尤其超大城市 通常与各种硬实力和软实力挂钩 同时 网络舆论会一定程度强化明星城市的光环效应 强化相关城市政府官员及市民的城市认同感 给城市划分规模等级 其实也是中国城市分级管理的重要依据 例如2014年提出的 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2019年以来 要求全面取消二型大城市及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 全面放开放宽一型大城市的落户条件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 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此外 城市评级还关系到很多大项目的审批 与城市建设发展息息相关 比如2018年7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 要求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应在300亿元以上 地区生产总值在3000亿元以上 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 2021年9月10号 住建部发布征求意见稿 其中明确提出 城区人口300万以上城市 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 城区人口300万以下城市 不得修建250米以上建筑 有专家分析认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市分层的概念 相应的衡量标准 城市群的结构都在发生变化 中国城市群 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中国的城市结构 也在进行战略性的转变 谁是下一个超级大城市 我们拭目以待